台中一名十四歲的舉重選手 疑似因為過度操練加上防護不足 造成了腰椎體壓迫性塌陷 少年反覆腰疼了超過一年 而體育班的學生家長也出面召開記者會 要呼籲教育單位在運動防護員的計畫上 不該只針對專業選手 而應該是要擴及到有涉體育班的所有學校 舉重女神郭慶淳 2021年在東京奧運躲進 全台掀起一股舉重熱 但台中民十四歲的舉重選手 疑似因為操練過度防護不足 造成腰椎體壓迫性塌陷 這一痛已經超過一年多 他居然在胸椎的十二節 已經有塌陷性骨折 第二節 第三節 居然有輕微滑脫的現象 同時有骨刺形成 他沒有看過說十四歲的小孩 有這樣子的現象 學生家長把矛頭指向運動防護員不足 看全台中市有開設體育班的國中小學 一共有66所 卻只有19所獲得教育局每年8萬元的 運動防護員終點經費 獲得補助學校還必須是比賽成績優異 才能通過審核 對體育班學生的專業照護完全不足 出去比賽或是在學校 因為小朋友都會有受傷的時候 受傷的當下我們就只能去保健室 或者是直接帶去看醫生 沒有辦法當下立即處理 家長及教練要求教育部教育局 在防護員計劃上不應該大小眼 應該擴起所有設置體育班的國中小學 不應該硬摧成績 罔顧選手們的健康 接著我們上網英章 台中探訪報導 正如刑